以色列持續兇襲黎巴嫩 斟駐黨後勤指揮官閉命 中共報復歐盟 制裁法國巴蘭迪 試射飛彈 中國友邦基里巴斯不滿 歐盟首例 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黃岩島再衝突 補給船被中共水柱攻擊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三 不需要吃任何藥物 也減到20多磅 重新穩回健康和活力 這不是奇蹟 而是70歲的香港劉先生的真實經歷 三高代謝堡不僅調節三高 還能夠根據每個人的身體狀況 進行整體調節 得到全方位健康 如果你也感興趣 就不要錯過我們節目結束之後的分享了 據《以色列時報》報導 以色列國防軍8日表示 空軍在7日對黎巴嫩的一棟大樓 發動精準襲擊 真主黨在貝魯特地區的後勤指揮官喉塞尼 在空襲中身亡 喉塞尼曾經參與過真主黨和伊朗之間的武器轉移 並負責在真主黨各單位分配先進武器 她同時也是真主黨聖戰委員會成員 該組織是真主黨的最高軍事機構 在喉塞尼被擊斃的消息披露之後 以色列軍官塞尼 在接受以色列媒體103FM採訪時表示 雖然不支持針對特定個人的暗殺 但是現在的暗殺行動 是摧毀真主黨指揮鏈 必須繼續執行 8日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 又傳出警報 以色列國防軍報告說 有大量飛彈由黎巴嫩飛過 據說有超過100枚火箭炮進入以色列領土 其中大部分都被攔截 據說該地區還發現了墜落的炮彈 以色列緊急服務部門表示 醫護人員救治並疏散了12名傷者 其中包括一名70歲的婦女 其手部被炸彈碎片擊中受傷 以色列軍方8日表示 他們已經開始在黎巴嫩西南部 展開地面行動 進一步擴大軍隊的入侵範圍 並投入第4個軍隊 第146遇避斯 已經部署到黎巴嫩南部 參與地面軍事行動 加上先前加入的第98師、第36師 和第91師、三個常備師、總兵力或超過1萬5千人 真主黨副領導人卡西姆8日上午還揚言 以色列自從對黎巴嫩南部 發動地面入侵以來 一直未能取得進展 真主黨戰士將會在戰場上 和以色列軍隊交鋒 他說 我們希望在戰線和前線 和以色列敵人交戰 來證明他的失敗 另外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帕恩斯7日就警告說 中東局勢升級 存在極其危險的境地 以色列領導層 正在非常仔細權衡 應該如何應付伊朗的飛彈攻擊 帕恩斯還說 我們所有人都敏感意識到 不同形式的轟炸的潛在後果 以及對全球能源市場 和全球經濟的影響 以色列在美國的支持下 對飛彈襲擊的反應 在某種程度上 暴露了伊朗軍事能力的一些限制 即使是這樣 但是這樣並不意味 伊朗沒有有效的反擊能力 以色列前總理貝內特 8日上午表示 以色列擁有攻打伊朗核計劃的一次性機會 他說這樣令我們的未來 夢想了陰影 貝內特在X平台發表的影片表示 我們有能力嚴重破壞伊朗核力量 我們既有合法性 也有能力嚴重破壞伊朗政權 但是拜登表示 他不會支持對伊朗核設施的攻擊 不過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向以色列官員表示 除非美國獲釋以色列 可能對伊朗發動襲擊的計劃 否則美國不會支持 而伊朗8日也向以色列警告 不要對伊朗發起任何攻擊 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表示 任何對伊朗基礎設施的攻擊 都將會導致報復 藉此警告以色列不要攻擊伊朗 伊朗學生通訊社ISNA報道 阿拉奇將會由8日起 訪問沙地阿拉伯等中東國家 討論區域問題 並試圖阻止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入侵 另一方面 伊朗陸軍總司令穆薩維在7日強調 如果以色列再次犯下罪行 伊朗將會以更強烈 而且更具破壞性的方式進行回應 伊朗將會說得到、做得到 伊朗政府發言人莫哈傑拉利 也向以色列發出警告 說伊朗將會堅定捍衛國家利益 希望以色列不要做出越界的行為 根據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 有伊朗軍方相關人士透露 伊朗的武裝部隊 已經制定超過10種可以隨時啟動的方案 用來應付以色列可能發動的襲擊 該名消息人士表示 面對以色列的攻擊 伊朗可能以瞄準不同目標的方式 對以色列進行嚴厲 而且有效的回擊 該消息人士也強調 由於以色列的面積比伊朗小很多 基礎設施密度較高 伊朗的報復行動 很可能會對以色列帶來前所未有的困境 而總理內塔利亞湖 7日在以色列內閣會議表示 以色列對伊朗的反擊 將會是確保以色列本身安全的必要條件 最重要的目標是消滅哈馬斯 解救所有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質 並且確保加沙地區 不會再對以色列的安全構成威脅 令居住在以色列南部 北部的居民 能夠安全返回家園 歐盟公布了7月份 對中國生產的純電動車的臨時反補貼關稅 海外媒體形容 這是歐盟打了中共最痛惜的小孩 中共當時揚言會報復 而這個報復就已經來到 這個星期二 中國宣布對歐盟入口的巴欖地 實施反傾銷措施 而中方還在研究 入口大排放量燃油車的關稅等措施 當地時間10月8日 中國商務部公布說 初步認定 歐盟出產的入口相關巴欖地 存在傾銷 中國相關巴欖地產業 受到實質損害威脅 而且傾銷和實質損害威脅之間 存在因果關係 調查機構決定 採用保證金形式 實施臨時反傾銷措施 自從2024年10月11日起 入口商在被調查入口產品的時候 應該依據商務部公告所確定的 各公司的保證金比率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海關 提供相應的保證金 保證金以海關審定的原稅價格 來計算徵稅 由30.6%至39%不等 在歐盟內部有關電動車關稅的討論當中 法國一直支持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額外關稅 來保護歐洲的汽車製造業 中共這一招很顯然是針對法國 中國宣布對歐洲巴拉底的反傾銷措施後 法國葡萄酒商的股價應聲下滑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 截至當地時間星期二下午 全球第二大葡萄酒和烈酒生產集團 法國公司保洛加利的股價下跌4% 法國酒業據頭人頭馬均道的股價下滑8.3% 兩家公司的單日股價跌幅 將分別寫下11個月和10個月以來的新低 法國干入協會星期二表示 中國對巴拉底的關稅 是對歐盟向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的報復性措施 據中國海關統計 2023年1月至11月 中國入口的巴拉底 價值達到15億7千萬美元 而法國巴拉底就佔歐盟出口總量的99.8% 中共商務部發言人還表示 中方正在研究提高入口大排放量燃油車的關稅等措施 對於中國上個月試射洲際彈道導彈 太平洋島國基里巴斯 海建公開批評 說基里巴斯不下見北京的行為 並且說北京回應說沒有必要通知該國 中共軍隊9月25日 向太平洋公海海域 發射一枚攜載訓練模擬彈頭的 洲際彈道導彈 並且說這是火箭軍聯道軍事訓練 禮行性的安排 中方提前向有關國家作出了通告 包括匪制、澳洲、紐西蘭等國家 都對中國的行為表達擔心 基里巴斯總統辦公室6日 在社交媒體發聲明說 該國並未收到中國將會試射飛彈的通知 而且中國大使館還通知說 沒有必要向該國發通告 因為這次試射並沒有針對太平洋任何國家 聲明指出 基里巴斯不下見中國近期試射洲際彈道導彈 太平洋公海並非是孤立海域 而是我們藍色太平洋大陸和基里巴斯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呼籲投入武器測試的所有國家 停止這一類行為 來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北京當局2022年和所羅門群島簽訂安全協議之後 中美兩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競爭更加激烈 自從2019年 基里巴斯和台灣斷交 轉移與中國合作 該國准許中國警察進駐 同時中國院時政司徒 修建基里巴斯一處廢棄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美軍飛機場 近日越南和法國兩國關係升級至全面戰略夥伴 兩國並且聯合聲明 越南將會為法國軍艦進入越南港口提供便利 促進兩國海軍和海警合作交流 越南快信報導 越共總書記、越南國家主席蘇林6至7日 應法國總統馬克龍邀請到法國訪問 法國成為歐盟第一個和越南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國家 越南和法國聯合聲明表示 越南將會根據該國法律和規定 為法國軍艦進入越南港口提供便利 促進兩國海軍和海警之間的合作和專業交流 聯合聲明更強調提升關係加深政治合作 來應付國際挑戰 增強國防和安全合作 加強經濟夥伴關係 促進貿易交流和創新 並且加強合作 實現可持續發展和韌性 繼續推動民間交流 9月29日 越南廣義省漁民 在南海西沙群島附近的海域捕魚的時候 被中國船隻夾擊 以及受到大約40名中方人員施暴 令到這次越南和法國聯合聲明所提及 兩國海軍和海警的交流 以及加深政治合作 來應付國際挑戰等內容 格外具有意義 在南海問題方面 雙方重申確保和平、穩定、安全 以及航行和飛越自由的重要性 並且強調應該根據國際法 特別是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 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截至目前 越南已經和8個國家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南韓、美國、日本、澳洲和法國 近日在南海黃岩島海域 菲律賓和中國再有衝突 菲律賓船隻被中國船艦噴射強力水柱 菲律賓軍方就事件表示關注 10月8日 菲律賓魚業契水資源局發言人 布里·蓋拉向菲律賓媒體表示 魚業局派遣三艘船隻 向黃岩島附近的菲律賓漁民提供補給 其中一艘被中方海警船噴射強力水柱 但是沒有被噴中 布里·蓋拉說 當時還有三艘中國船隻 以及一艘中國海軍軍艦在遠處隨尾 他表示 魚業局船隻是為菲律賓漁船補給燃料、糧食和食水 雖然如此 菲律賓海軍發言人崔梨戴仍然對事件表示關注 並且強調 軍方會透過巡邏行動繼續在西菲律賓海宣示和捍衛該國主權 2012年 菲律賓和中國公務船在黃岩島對峙 菲律賓撤離後 中方船艦就遵駐黃岩島識戶 菲律賓就此失去黃岩島控制權 之後菲律賓公務船在黃岩島海域 經常受到中國船艦騷擾 漁民也被驅趕 不需要吃任何食物 也減到二十多磅 重新找回健康和活力 這不是奇蹟 而是七十歲的香港劉先生的真實經歷 讓我們一起聽聽他 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後的反軌 我的工友和同事朋友見到我 九個月以後減了十公斤二十幾磅 我們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你要吃什麼減肥药 我以往就吃過五色零食 我又吃過黑醋 都沒有黑醋 做這些東西以後 OK啊 還可以 它是好過你吃一身菌 最大公平就是因為我這麼短錢 減了十十公斤 除了外貌的外貌 是很精神 很山脈 功效沒得頂的 非常精神 真的沒得頂的 極得推薦給其他人 劉先生不僅成功減綁 血糖更穩定了 他表示 自從吃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血糖一直保持在六至六點一二之間 從九個月前 警察所有的失藥 任何人都不吃 很精神的 效果非常之好 即是說得沒有人信 就是自己知道的 再說完就要賣廣告 即我感覺上 那個灰鴿已經全然 退了灰色 開始還原 香港腳肯定臭味都沒有了 真的 我沒有任何其他東西 藥物來自己的 三高代謝寶 是純食物配方 來自大地的天然力量 全方位調節身體機能 如果你正在尋找一種 純天然的健康療法 三高代謝寶 可能就是你需要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詳情 請登陸健康520網站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請記得訂閱 大小朋友 請回應